那么这个说文解字 它要跟书有关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说文解字这本书 东汉许圣所编的一个书 叫说文解字 它干嘛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汉字它从哪里来的 它收了多少字呢 它有限制只收了9353个字 就我们说的文字 这9353个字 然后还有一些重复的 我们叫重文1163 这样的一个文书 它就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把汉代以前的这个字书 它就像我们的三字经一样的人之初性本善 它是那么念下来的千字文一样的 单独的那么去念没有关系 但说取胜不这样 我把这一字进行分析 分析了以后看它跟文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再按照系统来组织 这样子我就把这个汉字的来源 和它的发展就说清楚了 那么到底有多少汉字 我们看一看 整个汉字是有多少 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这些人 普通的 上个学校的人 能认2500字 这叫2500常用字 是国家标准 就是说你最少要认2500常用字 干嘛呢 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能发展性 能这个看报纸 看一般的小说 这是2500常用字 稍微好一点的高中生 3500字 这叫3500常用字 在那个2500基础上加了1000 这个呢 就可以看稍微复杂一点的书 简单的文一文就可以了 我们常说好的高中语文老师 能认5000字 5000字的人就水平就很高了 对吗 你回头去想 到底有多少 那你怎么检验呢 我们好好检验 比如每个人都用过新华字典 对吧 从小学就开始买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多少字呢 是11000字 不重复的 11000字 但是那里边有很多 附的有什么 其实也就是几千个字 那么我们今天用的电脑 是5000汉字 这个GPK是5000常用汉字 一般你就够了 但是呢 到底汉字有多少 比这多多了 说完解字是9353 不到一万 它还是那个时候 汉代的常用字 那到后来我们经常就扩展 比如我们的广运 两万多字 到了这个吉运 就是宋代的时候 是四万多字 康熙字典也就是 四万七千多字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常用的字 是多少 我是我们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老师 我们这个武大和川大 曾经两百多个学者 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把中国的各个地方的字 进行汇总 编了一个很大的字典 这叫汉语大字典 这个非常大 这个汉语大字典 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因为新华字典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你找谁去 找这个汉语大字典 这个汉语大字典很方便 我们现在电脑上 下一个就放在桌面上 你把一个字写进去 它就把那一页给你显示出来了 那是古代的字型读音 每一个意象 各方面的解释都清楚了 回去你查查 你的姓是啥意思 你的名字是啥意思 查大字典 那很清楚 那大字典说多少呢 它十搜的字是五万六千多 加上重文 号称七万 这个七万在哪里 七万汉字 目前你想一想了 你只需要两千五百字 到你们这学理科 要使用的字 可能就是三千五已经够了 加上你那个专门的 比如医学家的医学的字就完了 那就那么多 但人家五万多字 七万个汉字 七万汉字 你碰到的困难就可以解决 对吧 那七万汉字在哪里 我们有一个输入法 叫做逍遥笔 你下一个 你在360里面下一个逍遥笔 装在你那个上面 就直接用鼠标写就可以了 有些字你不能拼 你输不进去 我要查那个字 好多人的名字很怪 你想查一下查不到 对吧 你看那个什么书很怪 它进不去 你一个专业里有很怪的字 你没有理解 怎么办 用逍遥笔写到了里面 大字点马上打出来了 这字 所有的历史信息都在里 多好 是吧 我们做了好多这种工作 大家一定要用 这七万就是最多的吗 不是 目前我们的整个汉字文化圈的 所有字型进入了电脑 是多少 包括越南 日本 韩国 所有用汉字的那些 全部放里面 已经超过十万 你说这太吓人了 十万了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认两千五 人家十万 要那么多干嘛 这个你其实你可以 完全可以不管 为什么 越往后不是越深越多 越深越多吗 是吧 它组合又组合 组合又组合 那个很复杂的字 有的四五十个笔划一个字 你多少年才建一回呢 是吗 那不要去管它 但是呢 每个专业都有每个医院的特点 我们掌握了这些基础 我们就好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这些汉字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要把握它 并不是说你要把它都弄明白了 那这个说文解字 它非常聪明 它怎么去把这个 这些字把它统领起来了 它做了一个 这个许胜很聪明 它把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 每一个字进行分析 有的字它就是文 对吧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文 我们说的这个人 我们说的这个大 它就可以直接跟你讲 那有些是由这个构成的呀 它去分析 一分析发现很有意思 这九千多个字 其实也不需要太复杂地去掌握 为什么 它可以归类呀 你想想都知道了 不假你都知道 凡是从三点水的字 跟水有关 跟水有关 凡是从手的字 跟什么有关 跟动作有关 凡是从走字底的 从错的字 跟什么 跟运动 跟走路有关 对吗 凡是从木的字 跟这个树 跟这一类的东西 是有关的 那把九千三百 在这个五十三个字 进行分析了以后 得出来的 它叫五百四十步 五百四十步 就是说 我把常用的这些字 分成 根据它的构成 分成五百四十类 每一步里边 我们选一个头出来 就等于我们这个班 选一个班长 那个班长叫步手 知道吗 那个手是啥意思 手是头的意思 是吧 班长就是我们的头 所以步手就是步的头 那这些步的头 肯定大部分都是纹 对吧 都是最根本的 因为其他都是 从它伸出就在 从三的字 都跟三有关 那个三肯定是 三部里边的头 对不对 那这五百四十步 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 说纹解字 我们简单的说说纹了 它有多少呢 一看 其实挺简单的 跟人体有关的九十七步 跟动物有关的是六十一步 跟植物有关的三十一步 跟自然界有关的是三十七步 跟我们所用的这个器皿 每天用的这些工具器皿 有的是一百八十步 跟数字有关的就是三十四步 就这么些 那我们要把汉字带弄清楚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五百四十步的步手搞清楚 然后再看这个步手是如何伸出别的来 看我们这里江湖和湖海都跟水有关 我们的狩猎野兽的兽 这个祸 获取的祸 获取的祸肯定开始是 那个狗抓着了猎物 对吧 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这就跟狗有关 手的这个抠 这里的坐意的意 这个让 这些都跟手有关 这样子我们把步手搞清楚了就好了 那么五百四十步手 现在你明白了 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步手 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里边 用文字记录的那个里边的文 我们把它叫做字根 是基本的字根 这些字根实际上并没有五百四十 它这五百四十步手 它是有意刚刚凑成六九五十四 结果呢 它就把一些不是文都放进去了 你看这些字 鼻子的鼻 这个肉 这个沙 这都不是文 都是字对吧 我们说独体为文 合体为字对不 它这样一来呢 我们去算一算 真正的 基本的汉字字根 多少 就是四百七十来个 不多 那么这些四百七十来个 再组合 组合出来的都是形生字 说文解字 九千多个字里边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形生字 我们今天十万汉字 可能百分之 接近于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都是形生字 只一代一代生出来的 那字根就那么点 所以我们把这些字根 弄清楚了 我们就好了 那我们汉字的系统 就弄清楚了 这个系统弄清楚了以后 我们去理解这个汉字的 就是说 基础材料我都掌握了 再教你一些方法 我们去看那个字怎么拆 或者说那个字是怎么样的 它提供那种信息 让我们对它总有研究 像我们刚才说的 一看见水你就知道 这个字无论怎么说到 它的意思跟水有关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个字要从狗的话 不是被狗追的 就是被狗咬了 总是跟狗有关系 狂是什么意思 可能最早是狗的状态 对吗 猛是什么意思 也是狗的状态 对吧 你可以想象 这个字怎么从来的 都是从当初的那种生活里面 提取出来的 你懂得这些东西 就会有所研究 我们去研究它 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 把该理解的东西理解透 我讲一些例子 我们理解了字以后 怎么去用它 比如说 我们五大的 看看我们五大的 这叫什么 孝训 怎么说 智强鸿意 求识 拓心 这个智强 这个求识 这个拓心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好多学生都问过我 好几次问过 万老师 红意是什么意思 是啊 红意是什么意思 你说红意是什么意思 每天看见吗 你想想看 这么多同学在这里 你的脑子里红意是什么 反正红意是个好吃 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对吧 那你必须把它弄清楚 那到我这里就一定是 怎么把它弄清楚 你肯定要看这个红字 和这个异字 它是怎么构成的 你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对吧 才说得清楚 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 受文解释的方法 看红是啥意思 红 弓生也 从弓 这个其实就是红 这个红 在这里这么写着 看到没有 看我这里 就是胳膊 胳膊有力 它就是红的意思 加一个弓 是表示那个弓特别强 你手没有力 那个强弓你拉得开吗 所以红的意思 它显然首先 它必须是什么 它一定是墙也 这个是墙 不是边疆的江 就墙有力 实际上我们今天写的 这个虫子的这个墙 实际上是弓 这个是边疆的江 这个墙 很强健有力 为之红 然后强健为力 是有红 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 可以叫红 为什么 我的声音出去以后 四面都回 我们这个屋子 叫很红 是吗 所以它有一个宽广 有一个这个 强健的意思 就是红的意思 从这里我们能得到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弓 后来加了一个肉 就变成这个字 实际上这个字 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叫熊 熊性的东西 一定是隔膊比较有力 对吧 当然现在有什么 女汉子的说法 女汉子也没有 那个隔膊 那么多肌肉的 也不会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能看得到 这个字形 跟我们的生活 是比较密切的 那义是什么意思 这个义更复杂 这个字写起来都吓人了 不吓人 首先这个义 底下那个是屎 看到没有 这个屎字就是猪 看到没有 这个屎画的是猪 没问题吧 这大肚子的 猪的尾巴很短 肚子很大 一个猪能吃 是吧 猪八戒最大的特点 是吃得多 是吧 所以屎字要突出 它的肚子 纹呢 纹要画特点 对不 这样子就好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屎 它如果把那个中毛 竖起来 这个叫义 这是最早的义立的义 是这么写的 看到没有 红义的义这么写 什么呀 那个猪的那个发露以后 那个中毛非常竖起来 猪是 所以说义的意思是 忘露也 非常的发露 那个猪啊 它虽然很笨很傻 但是猪 你真的不能把它搞这样的 你要把它搞这样的以后 它绝对是比谁都这样 明白吗 你想一头猪 你把它弄急了 在那个地方 你怎么打它 它都不走 它把那个中毛都立起来 再拼命地叫 这叫左转 你叫做使人力而提 那个猪在那个地方 像人一样 站在那个地方拼命叫 拼命叫 为什么会叫呢 是因为这个义的左 右边 这是一个书 这个书是什么 一看就知道了 这下面是一只手 对吧 像我这样的手 上面是什么呀 这个手拿了一个鞭子 你拿一个鞭子 拼命打了一头猪 那个猪就降了 你拼命再打 你越打它越降 它越打越降 它站在那里拼命叫 这个叫有毅力 明白了吗 我们制造得多好 是吧 所以弘意 弘意是什么意思 弘你一定要有强健 有宽广 这个意一定就是我们说的 一定是要有什么 有决心 有坚持力 弘意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 你再走到校门口去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你选这个课是不亏的 对吧 每天跟着你 你哪搞懂了 你根本就没有搞懂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把这些文的构造 你看这个意 有一个史 有一个书 这个书其实又可以拆成右 这个上边这个是 上面是那个树的中毛 我们把这些文 根据一个规则把它拼合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字 这个字是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会意字 会意字会意字 是把几个部分合起来 体现出一个新的意识 那么我们到这个程度 我们的汉字的认识 就会清楚 你把握了它根本的东西 它的隐身意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我们这个课 就要分门别类的来讲 我们讲这些字 就是这些 我主要讲什么 我主要是讲这些 五百四十个不守 所表示的这些文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分成几讲 把它分成类 比如说跟人有关的 跟动物有关的 跟植物有关的 跟器皿有关的 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么 但有一些说文里边 是重复的 我们不说 我们就四百七十多个 分成九类 就是人物 人形的字 跟人形直接有关的 下节课我们讲 人体 器官类的 动物类的 植物类的 智人界类的 公式于数字类的 服式于饮食类的 器皿 日用类的 武器和工具类的 然后我们再讲一讲六书 就是告诉你 我这些文都教你了 然后用六书的方法 把这些怎么组合起来 让我们对整个汉字 就有整体的认识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要说起来 其实是挺简单的 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这五百四十不守 这是我们课的基础 你不要以为 很吓人不吓人 我把这些字 全部把它字形都弄出来 然后声音都在这里 我们这节课 介绍到这里 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件事 把这五百四十不守 读下来 这个我们二十 很早读小学 就应该会的 一上十三 王渝爵 七十滚车 炒肉某 小八变半流利高 口感炫酷 走直播 一直把它念到底 有多少呀 五百四十除以七 七个字一句 就是多少 不到八十句 对吧 过去就 我记得我当初 像你们这么大 我用一个星期就被会了 这个被会了以后 受益匪浅 叫做受益终身 现在你问我什么字 我一边马上就知道了 读什么音怎么说 是吗 我们就要学这个功夫 好 我们这个课 一起把它念一遍 我们就下课 好吧 顺着这个念会吧 一上四三 王渝爵 七四滚车 炒肉某 那个字你不一定认得 但拼音你会认得 对吧 好 打起精神 坐直了 咱们一起念一遍就休息 好不好 要是你不开口 我就叫你一个人来念 好 来 我一遍滚 你们就一句一句 你往下念 大家稍微的速度慢一点 起一点 好 一上四三 王渝爵 预备 去 一上四三 王渝爵 兴世 有这草 路牢 小八 叶 看 有 一 好 偷 然 是 不走 直播 不死 这 是 做 知 以 口 不 音色 来 奈 遂传 顺 回 地 之 九千 五 龙 云 彩 多 知 他 出 过 圣 可 追 花 花 继 就这么多 好 休息 嗯 就这么多